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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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请 关于招标之事 我若南势在必得 担任警方意外 顾强问大人 仅凭质地价格数量而定 而非关系 若南娘子放心 此事绝对公平 那我就放心了 来 火酒一杯 表表今日 闪脸喝酒 请 请 相逢义气 为君饮 薛远特意买了这些送予娘子 请相纳 不必了 无功不受禄 况且若南平时 也不识粉带 都说女子宠爱这些胭脂水粉 娘子却不喜欢 果真与众不同 娘子对我有救命之恩 今日有任何需求 就算让我赴唐蹈火 居然绝不辞让 当年之事 不必接怀 既然都是江湖儿女 我便教下你这个兄弟 这礼物我若不收 恐抹杀大人面子了 这发簪我留下 其余的 请收回吧 也可 若南娘子 试试这发簪吧 看是否合适 现在 我来帮你 大人 以后不妥吗 好看 甚是好看 前几日 大人将此物留在殿内 今日退回给你 那 发簪我也试了 若南就先走了 若南娘子 前几日 唐初问了娘子不少问题 在此抱歉 大人不必惦解 此事已过 不必再提 此事可不提 但我对若南娘子 爱慕是朕 希望给在下一个机会 大人尽爱慕若南 若南想问 你可了解我 你可知晓 我究竟是何性格 大人的爱慕 又是何种 是短暂的露水音乐 亦或是举暗齐眉 余生独我一人 在下觉悟轻薄之意 这几日观察娘子 娘子不似其他人的扭扭捏捏 行走江湖 直爽又抢义气 我既爱慕娘子 必是想娶为妻 生生世世 爱你 护你 独疼你一人 大人了解若南 但若南对大人一无所知 大人之前出身是何背景 经历过何事 现在又是何情况 若南娘子若想知道 我当清静告知 这是我见你第三面 以后我每日都会来布庄 让娘子慢慢了解我 知晓我是何人 在考虑是否接受我的爱慕 大人若想若南了解 我可接受 只希望大人言行合一便好 那当然 既然大人话已说完 那我先走了 我送你 我自己回去便客 明日见 皇上 微臣这几日调查军饷贪污一事 有摸到一些线索 何线索啊 似乎有人要嫁祸给楚将军 微臣怕这朝廷之中有谋反之人 但此嫁祸行为又过于明显 也或许是掩耳盗铃之举 楚将军是我朝中将 想要除掉他 必要夺兵权 如若是楚将军故意为之 那朕心很痛吗 你去暗中调查清楚 臣遵旨 小苏兄 我知如今你先生不便 但你在朝廷熟悉之人众多 可否帮我调查一事 将军请讲 八王府着火那日 到底是意外 还是有人虚意为之 属下倒是听人提过此事 那场火确实很诡异 不过 将军为何突然调查此事啊 是有什么怀疑的人吗 你请帮我调查便好 好 不过此事已经久远 需要几日 将军请耐心等候 劳烦小苏兄 告辞 可可可可 我们店铺刚开招 所有价格比原价低两成 若是有喜欢的 我让人送你府上去 好 我帮你满意啊 多看看 大家都选选啊 啥都是好喝 小姐 自从咱们这个价格啊 调制比原来低了两成 这客人是哗哗的来 我们的生意啊特别好 那可不是嘛 我们布料本来就不差啊 我们布料本来就不差啊 好 好 姑娘 自从咱们这个价格啊 调制比原来低了两成 这客人是哗哗的来 我们的生意啊特别好 是 那可不是吗 我们布料本来就不差啊 自从咱们这个问题 就是 这实际上 你帮你这个辈子 就是 公警尔 你还直给你抓起来了 我给你找起来 好 就是 这修严 又跑到对门去了 应该特别是 难不成 说得来省什么招吗 肉肉 我穿上这一趟 给我好店 好 肉奶 再看看这个 大人 我不是之前已说过 不必再来布庄 若南娘子误会了 我今日是前来通知 宫中采买之事 若南布庄已入考虑商铺 回去可准备布匹样品 太好了 我这就准备布匹 大人 今日 你便可待会 好 我先去通知其他布庄 晚点子过来 大人 你怎么三天两头 往这个布庄跑呀 来我布庄 倒是没那么勤快啊 夫人误会了 我是前来通知 宫中采买之事 宫中采买 对 我正准备去夫人家布庄 锦儿布庄已入考虑商铺 可准备布匹样品了 所以说 若南布庄 也在准备样品喽 当然 锦衍 我们可要公平紧张 既然你说要公平竞争 那我便直问 你家布庄的价格 低于别家两成 逃去进价 商库租金 手下劳作 你的利润 从何而赚 简业大可不必担心 我自有我的方法 我不担心你的利润 但你若长期压低价格 你让其他店铺如何存活 我家布庄靠的就是薄利多销 这个价钱正合适 况且 这经商本就是小本买卖 我只能雇自家 至于其他家 我就无法雇计了 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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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闭嘴 如若南我告诉你 你通过压低价格 让客人都来你这儿 你这是恶劣手段 简衍我从未如此打算过 倒是你这个将军家夫人 非要和我们小市民抢占生意 难不成还惦记着小时候 抢占地盘的事啊 我神仅做事 从来不纠结过往 只是年幼年少 无知对立也就算了 为何现在还要跟我对立啊 锦衣 不必多说话了 这个价钱我心里有数 你做你的事就行 行啊 既然你把坏料着 那我们便打一场价格战了 大人 采购竞价 只要这单能成 我可以低于三成 我可以四成 我可以五成 我可以六成 为了拿下这单生意 不管你说多少钱 吴若南我告诉你 这单生意我做定了 神仅我也告诉你 这一单 我志在必得 大人 你们 夫人 若南娘子 这个价格请再好好考虑考虑 毕竟做买卖的 不能血本无归嘛 是吧 若 夫人 这是谁惹我们家景儿了 告诉夫君 我替你报仇去 今日啊 修远来通知我和若南 宫中采买准备样品之事 那我就问若南啊 降低两成价格 如何赚取利润 没料到 他根本不顾其他家 坚持长期要以此价格销售 而且宫中采买之事 不管降价多少 他都要跟我竞争到底 那这么说 他这是要拿下此丹 你说他是不是故意的 金儿真是气死我了 好了 景儿消消气 商场如战场 他怎会因为你是他朋友 就让利涯 根本消不了气 不管我降价多少 我都要跟他竞争到底 你 锦儿 今夜 月色不错 陪父亲散散步 兴许遮走着走着 就开心了 我今日怒火是重了一些 但是 锦儿我又不是无礼之人 只是今日这事 着实让人投资 好好好 锦儿 你看 这贤月 分外明亮 看到这贤月啊 倒是想起了 边关的日子 夫君可曾怀念啊 住久了 确实有几日怀念 不过 有锦儿在身边 去哪儿都一样 锦儿也是 有夫君在身边啊 锦儿去哪儿都不怕 不怕 走 秀月 近日忙碌 有许久为找你聊天了 哥 你忙于事务 不必担心 我自会照顾好自己 先是一职 可还顺心 倒未有大事 不过 嫂嫂那边倒有件棋手之事 我昨日听她提及若男布庄之事 两家竞争 你如何打算 我计划此次宫中采买 嫂嫂布庄和若男布庄 每家各采购一半 那这么说 两家竞争势力 布庄上下 那倒也不是 只是 一边是我嫂嫂 另外一边是若男娘子 我看你这么顾忌若男娘子 和她是有何亲密关系 哥 你可还记得 我幼年时不慎掉落悬崖 有一孩子用马鞭救了我 当然记得 那日我可寻了许久 那孩子正是若男娘子 时隔多年 没想到还能在此地与她相遇 所以 她就是你和锦儿所说 相识已久的女子 正是 她救我时 正随镖局押镖路过 要不是她出手相救 也没有今日的修养啊 那所以宫中采买之士 你会照顾她吗 采买之士公事公办 若男布庄的价格是全程最低 质地也与嫂嫂家相似 她的确是最佳选择 不过 不过什么 大哥 我想娶她 她可知晓 她尚未答应 若男娘子与我相识尚短 想了解我是何性子 故我每日与她相遇 想让她多了解我 让她接受我的爱慕之情 萧苑 你可曾向她表明过 你真实身份 此事涉及面广 我还未讲 若我要娶她为妻 必要告诉实情 让她知晓我的全部 不可 我知你对此娘子的爱慕 不过她已经表明了态度 就不要再想求了 她虽未答应 但我仍要竭尽全力 让她了解我 接受我 萧苑 你有你自己的使命 现在不是让你把时间 浪费在男欢女爱上的时候 是她救我在先 我心存感激 如今与她相遇 我必将好好珍惜 绝不能再与她错过 就像你守护嫂嫂一样 我一定好好守护若男 此时我心意已决 大哥不必再去 她那一切 世景百姓江湖儿女 与你身份差异悬术 你为何如此执着 大哥 你怎可如此说话 此时我自己做主 萧苑 好 来 来 来 人家这边请 走 这还不错吧 这几日 作男有何以动 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毫无动静 薄一点 薄一点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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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不动 我意不动 你看这个 是吧 老老 这几日帮我盯紧点 她要是有什么情况 立刻想会吧 是 小姐 你就放心吧 这一切啊 都交给我了 我保证呢 好好给你盯着 不会出任何纰漏的 不知官人 想要何种款式不批啊 你们掌柜可在 我正是此部庄掌柜 我有一事相伤 此地方 怕补肾方便 我请你喝茶如何 当然 这附近便有家酒馆 大人请稍后 行 那我给您扒起来 行 将军 什么 福生来了 对 是将军跟着若男姐姐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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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无数呢 不仅暗自怜惜修宇 现在还敢碰我的将军 这让我出去一趟 哎 小姐 你千万别冲动 你要冷静 好 好 让人 好 这可怎么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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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人如何称呼 在下 楚秀明 楚大将军 也是沈锦的夫君 正是 不知将军找我何事 难不成是为了宫中采买之事 我此次前来 是为了修远之事 修远 是跟随我多年的副家 我待她视如亲地 听闻她 这段日子时常打扰娘子 我来替她道歉 将军客气了 不过 我对她已说明 为何将军 还要来插手呢 修远 自幼在军中长大 为人简单 我怕她有不妥行为 特 亲自来跟娘子聊聊 不知娘子 对修远是何一啊 我与她相识甚短 亦对她说明 尔敏秦昌之事 我并无疑 那既然娘子对修远无疑 就请离她远一点 让她早点死心 我对她还要另行安排 你口中修远之事与我无关 至于她来不来见我 那是她的事情 若男娘子 我此次前来 不是与你商量的 而是要求你离她远一点 切不要让她把时间 浪费在你身上 她花在我身上 便是浪费时间 那你又为何来替她 跟我说这些呢 这是她的意思 还是你的意思 这是我的意思 烦起娘子 远离修远 大人 你的话语全部说完 布庄还有事 我先走了 奇怪啊 刚刚还看见那两个人 怎么突然就不见了 我先走了 怎么了 夫君怎么会在此 我在附近办理事 那既然经过附近 怎么不去看看锦儿啊 不是锦儿说的吗 让夫君尽量少去布庄 以免漏人口舌 锦儿确实说过此话 那夫君去忙吧 锦儿也要回布庄啊 那好 夫人辛苦了 既然你不说实话 那我就去找说实话的人 快挑挑吧 你找我吗 今日你是不是见我夫君了 沈姐 管好你家将军 莫要多管闲事的 什么意思啊 请你转告他 是否喜欢一个人 是我自己的事 儿时之事相隔甚远 我不相信一个人的情感 可以记忆如此之久 他锁题要求简直荒唐 不要再用此事 来打扰我 这什么意思啊 这 终于赔了不说 夫君也要赔进去啊 你 锦儿 今日 怎么回来得如此之早 将军 今日呢 你真是去办了事 还是去见了人啊 今日 确实是见了一人 找若南娘子有事相生 那你是去找他做新衣服呢 还是去找他叙旧啊 锦儿误会了 我 你可千万别告诉我 你是去打探对方行情啊 锦儿可不相信 我今日去找若南娘子 与锦儿之事无关 若南让我转告你 是否喜欢一个人呢 是他自个儿的事 儿时之事啊 相隔甚远 他不相信 一个人的情感 可以记忆如此之久 你提的要求 简直就是荒唐 让你以后啊 不要再去打扰他了 你说的可就是这事啊 我与那若南娘子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可是她却毫不领情 将军 以后不装的事 和你毫无关系 你愿不愿意去见若南呢 跟我也毫无关系 锦儿 本将军 确实还得去找他聊聊 行啊 你想去就去吧 今日不装还有事 你晚上不用等我回来 这看来肯定就是青梅竹马呀 居然在我面前一点都不厌世啊 偏偏就是武若南 不仅跟我争抢采买之事 还要跟我争夫君 不对啊 我从小就跟若南混迹接头 他跟我夫君是怎么认识的呀 赶紧 在 fret 到你了 两个人都见上面了 那肯定就是自小认识的 vois 好 行一行啊 再下一把 还下呀 小姐 我们什么时候回府啊 算了算了 念了一天了 那我们这就回府吧 那我现在就去收拾 那我去收拾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娘子 大人有何事 样品已上交 等待消息即可 知道了 这是我托人从西域带来的手镯 不知娘子是否喜欢 大人以后不必再送 若能不携带这些 另外你送我的衣服 穿着实在不合适 改日退回给你 若娘子不喜欢 那我便叫人重新做合适的衣裳 那衣裳放贵内即可 大人 你的心意我收下了 但你以后不必再来 我也不想见到你 娘子说过会给我机会的 为何今日突然如此 我之前是愿意给你机会 但现在不愿意了 大人请回吧 你若不告诉我原因 我今日不会走 我愿意为娘子许下山盟海誓 用对你一人重心 娘子为何不说话 你和我本就不是一路人 你是朝廷官员 我乃小小市井平民 从身份到生活 我们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 若娘子不喜欢我这个身份 我可以为你抛弃 来布庄为你干活 我修远绝不是贪图荣华富贵之人 与心爱之人在一起 粗茶淡饭我都愿意 你当下是这想法 如若哪天改变了心意 不喜欢这生活 我可就成了弃父 我决定的是 永不会变 这只是奇异 奇二 你每天都出现在我面前 我感到分外烦扰 我对你 根本就从未动过心 以前是 以后也是 娘子 你可能是对我了解还不够多 我可以 你再这样出差我就不客气了 还劳烦大人从今往后 从我眼前消失 离得越远越好 我不想再见他 你不是自杀 你不是自杀人吗 你不是自杀人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尽快来找我便可 今日我便先走了 改日再来看你 下离光流淌 清风吹散 淡淡的花香 余味装跌至忧伤 心还将苍穹点亮 今月光白月光尘晃亮 来 来 我带您看看我们新进的布料 好 来 辛苦了 出去啊 走 走 走 修远大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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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修远大人来了 早走啊 等待消息即可 好 那我先去通知其他部署了 修远 等一下 那个 我有一件事情想要问你 草草请问 就是啊 对于一个男人而言 什么 青梅竹马 是否会终生难忘 对我来说 会永迹一世 今生今世 只爱着一人 那你可知道 你哥哥有青梅竹马 我没见到过 应该没有吧 你们俩相差好几岁 若是你哥哥有 怕是你也不知道吧 嫂嫂为何问几次话 你来这里 我跟你说 告诉你也无妨 你大哥啊 昨日见了对门的若男 大哥去找了若男娘子 为何事啊 具体什么事啊 我也不知道啊 但是他们见完面之后啊 这若男就让我转告你大哥 说儿时的记忆相隔甚远 他不相信一个人的情感 可以持续这么久 还让我转告你大哥 说以后不要再来打扰他 这若男定是他的青梅竹马 不然他怎么会这么说啊 我告诉你大哥之后 你大哥居然还说要去找他聊一聊 嫂嫂 可能你真误会大哥了 什么意思 若男的事跟我有关 所以说 这是你一直追求若男 那若男刚刚让你不要再来找他 很有可能是 你大哥跟他聊完之后的结果 我也不知道 前几日我找过大哥聊 大哥让我不要再去见若男娘子 为什么呀 难不成他想拆散你吗 我也不知道 嫂嫂 若男如此坚决拒绝见面 我若想见他 该怎么办啊 这件事是我误会你大哥了 但是 他阻碍行动这个行为 我非常看不上眼 俊远 你放心啊 你有嫂嫂在 嫂嫂帮你办会这件事 嫂嫂 嫂嫂 你跟若男不是竞争对手吗 怎么愿意帮我忙啊 你说小叔子呀 我怎么会问你中山大事啊 这若男 又是我的老友 若是他嫁给你之后 这不装两家并一家 那以后的生意也不用愁了 嫂嫂打算极好 嫂嫂喝茶 嫂嫂 锦儿 夫君回来了 坐 是 夫人 还在为昨日之时生气啊 我今早 本来就想陪令道歉来着 哪知你那么早就去了补庄 所以 我特意买了此物 来 夫君给你戴上 来 来 看来 夫君是犯了十恶不赦的大罪啊 竟然锦儿如此生气 那好 那夫君 就任凭锦儿处置 锦儿提什么要求 夫君都答应吗 当然 锦儿提了要求 夫君都答应 锦儿想让修远迎娶若难 此事不行 为何不可 修远我自有安排 什么安排啊 这修远奠机若难 已经好多年了 男婚女嫁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你亲自出面拆散 不免也太无情了吧 修远的真实身份 我已经告知于你了 你都不记得了吗 修远的真实身份 跟她娶妻有什么关系啊 难不成你想要修远孤独终老吗 锦儿 修远身份特殊 现在绝不是让她把时间浪费在儿女私情上的时候 儿女私情 那我和你算什么呀 你一朝大将军偏偏耽误在我这儿女私情上 楚修明 你记不记得你跟我说过 我是你的软肋 那如今 你也可随随便便将我抛弃了 这是两码事 我和修远不一样 你和修远当然不一样 你擅自插手修远的事情 让若南对修远说狠话 将修远推开 你真的是没有见到修远今天痛苦的样子 你若真是替修远着想 你为何还要拆散他们 此事我已有定夺 夫人不必干涉 夫人不必操心 此事我也有定夺 夫君不必干涉 我一定会死 他才能放这儿 还没人 我还能放这儿 可苦 你不是要吗 uder 你不必让我留下 军就可以把我托过 我都给他的出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白色紧密的月光 偷偷留起了床 轻轻握在我耳旁 随着心虚流浪 温柔优雅的月光 缠绝之间飞扬 心事热红了眼眶 星空下里光流淌 轻风吹散 淡淡的花香 雨为重叠着忧伤 心还将苍穹点亮 青月光 白月光 晨黄亮 爱疯狂 继续深情遗忘 深入黑影 黑影拉长 心灵在心上荡漾 青月光 白月光 如梦香 泪滚 青月光 白月光 如梦香 泪滚 青月光 白月光 如梦香 泪滚 坠入梦 朦胧的幻想 心事难料也漫长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